馬路上突然出現不速之客 仔細一瞧 竟然是隻海報 他從四川的海洋館溜出門 跑到電影院前亂逛 當場被抓包 雲南也有兩隻孔雀 從動物園脫逃 闖進大學校園 但落袍最難抓的 就屬吉林這五隻鴕鳥 主人費了好大的勁 才帶回其中三隻 動物們想越獄逃跑 除了體力要好 還得拼拼致力 江蘇有隻哈士奇 趁晚上店家打烊 用嘴咬住籠子上的卡榫 往上一拉就離開 還有這個門是密碼鎖 他不知道怎麼打開 但大門打不開只好改用 暴力強拆 門框都被咬爛 還是毫無進展 就轉向拯救店裡其他兩隻狗 大鬧一場出門氣 動物大出逃戲碼層出不窮 不論是母猴帶子鬧民宅 或是猛虎出閘 讓遊客措手不及嚇壞 眼看動物們與原方鬥志 脫逃技頻頻上演 專家忍不住呼籲 也許野犯回歸大自然 才是最好的選擇 散地新聞 陳思惟報導